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能看出来你心软 你是把别人说你心软 才装得那么狠 石头那么依赖你 那你都跟哥哥一样 你怎么会心狠呢 你这个人啊 自尊心太强 别人舍不得碰不得 小孩子是你 人人哪个都说 人家是你 是才能大的 我听你这个人了 你听见了吗 我听你这个人了 我听你这个人了 嗯 嗯 嗯 少佐 土安隆からの情報が入った 君は ロンシャオチンを葬り去った これまで ロンシャオチンの射撃実は 敵の間では 神業扱いされてきて 敵を勇気づけてきてた 今、土安隆はまとまりがつかなくなって 逃亡兵の対応にてんてこまいしてるよ 土安隆は死にましたが油断はできません 敵にはまだ 数名の優れた射撃の名手がいます 八郎、林丹の本太郎、それに 女八郎の血を 正体不明の狙撃士はまだ見つかってない この人間が八郎だという確証は掴んでんのか その可能性はあります できる限り あの射撃の名手二人を潰しておかなければ うん 芥田君 君に全て任せる 小分隊の計画中途改変 芥川却突然出現在小分隊通過的地方 显然是有間隙走路的情報 我們的情報員說 芥川 このコンテンテルは 大阪の中央となりました やはり お見えします 完全是个诱 这么看来 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布局 这个奸细隐藏得很深啊 对我们的情报 掌握的是一清二楚 龙少卿的情况怎么样 到底是年轻人哪 生命力顽强 活过来了 好 我去看看他 端磊 我希望这件事情 对你部要保密啊 好 你醒了啊 好家伙 真够能睡的你啊 知道你睡了几天吗 别说 什么都不用说 我这 我这都给你算出来了 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没关系 我心领了 干脆 你呀也不用谢我 气眼同名 参加八路 咱哥俩一块 都是八字贩的 你看怎么样 别乐别乐别乐 那伤口现在还没拆呢 这滋味我知道 前年兄弟我 打了场恶仗 伤了肚子 你看 这儿 你看 他缝了三十多瞻 他绷得背儿紧 甭说乐 喘气都不敢喘 一喘就疼 我的命 是你给救回来的 有钱的意思 你还认识个小郭敏党 一天到晚也知道 他打那个小算盘 忒不大气 都是中国军人 一个战狼的战友 谁献谁呀 说不定哪天 我这一百多斤 还就托付给你了 杰川 你还在乎我这儿 我们被他扶起了 行了 干嘛要 我没把你这脑子弄上 多用 哎呀 我的小鬼 那情报真是做到价了 大声 我说这话 别不爱听啊 就你们那个断履 真够复杂的 行 你也什么都不用想了 踏踏实实的就在我们这儿 这儿 养伤吧 现在外的船 你已经死了 我们决定 对外疑虑 统一口径 就说你死了 就让这个杰川以为你真的死了 你懂我意思吗 行 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再睡会儿吧 我赶紧得跟他们说一声去 他们都不知道 好 蹲里了 怎么样 刚行 好 感觉怎么样 别动 别动 月长 我没完成任务 处分我吧 你能活着回来 就是最大的成功 我处分你 但是你小子不好好养生 听见了没有 嗯 我没执行命令 没执行你的命令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作为一名职位警官 你没有错 你也是在执行任务 天下 第一堂课 我教的就是 我教的就是 要执行长官的命令 要 完全 完全地执行长官的命令 我没做到 我 可是当时 我看见代谢 我看见鬼的 我又不觉得 戴春曾经做得不对 你别胡思挽想了 你只是一名军人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不是你能决定的 我很难在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感觉 因为我也是从你这帮的经过 这也许就是金人的命吧 痛苦 自责 彷徨 悲伤 疑虑 我刚上战场的时候 和你一样 等仗打多了 经验多了 自然就老练起来了 相信我 时间会改变一切的 好好养伤吧 什么是老练 老血 艳苏 PCB 毎声 山 你还怀疑她是间谍吗 你不该这么说了 怀疑是我们这个职业的本能 我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我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 你对她有偏见吗 你对她有偏见 回去吧 一会儿 该着凉了 衣服都被淋湿了 我只想一个人 团长 您找我们 团长 有任务 来了 叫你们来 就必须要有任务啊 来 随便聊聊 容少卿已经醒过来了 我想让你们二位啊 经常去照顾照顾她 那还用说吗 容少卿这次受的伤可不轻啊 她能够挺过来 可见她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 是 在战场上打鬼子挺勇敢的 一点都不怕死 是个爷们 是 是 而且她还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技术是一流 是个非常出色的狙击手 她既然是个人才 我们就要团结她 共同抗日 是 可是团长 她现在虽然已经醒过来了 但是精神恍惚 状态特别不好 是啊 容少卿的思想负担非常重啊 我今天叫你们二位来的意思 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 便于交流便于沟通 我想啊 你们不妨啊 可以跟她交换一下思想 发挥我们的优势 让她尽快的 从心里阴影中走出来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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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们那时候 结婚了吗 算了 不问这些 早点休息吧 我们本来打算要结婚的 从今夏毕业回来 回到家 他们家就被 烧光了 还有全村的人 都被日本人烧死了 我 我以为他也死了 我不知道他还活着 你嫁给我 后悔了吧 你是好人 你是好人 好人啊 你不会告诉我 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吧 不是的 不是的 我跟他之间只有回忆 跟你在一起 就是想重新开始 可是他 他一个大活人 他眼睁睁的 就没有了 我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他 说是我们 都会有这个天的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害死了他 我跟你说过了别说这种混账话了 真要怪 只怪我吧 是我耽误了你十分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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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拜登 这次行动非常秘密 但是借川还是提前知道了 打了我们的伏击 你以前一直认为龙绍钦通敌 事实证明你错了 战区通报我们 日军最近要有大的动作 这个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 非常危险 我让你迅速地把它查出来 旅长瞒着我和林团他们合作 出了问题 好像应该先找林团他们吧 人家要查 我们更要查 这是我的职责 我责务旁贷 小梅固扯 见你 不客气 不过啊 你还是得小心点 尽量别碰到伤口 团长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伤刚刚好 还是要小心 好 来 小梅 先拆好了 是 团长 那我先走了 好嘞 丁团长 你看我这儿 你看我这儿是不是像个废人 只要精神不菲 人永远废不了 我听说 您在参军之前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很难把这两个身份联系到一起 行尸所迫啊 要是没有这场战争啊 我们的第一选择 可能都不会是军人 我跟您不一样 我父亲从小就希望我参军 他让我读了军校 希望我在军界能出人头地 难怪你的军事素质那么的过硬 我很想问你 从学生到现在 这个过程就没有什么困惑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们的段旅长 跟我谈得过你 说你的思想负担很重 有些事情想不通 有些事情也放不下 是不是啊 段旅长是很了解我 但他帮不了我 大川说得对 战争中的军人 活着 以死更难 以你的智商啊 没人能帮得了你 他只能你自己靠你自己 所谓的战争啊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都是靠一个个鲜活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所谓军人在战争上为国捐去只是勇气 可活着 要经受自己的战友和部下留学牺牲 有时 可能是犹豫自己的审斥 最好的战友 死在了自己的怀里 这更需要勇气啊 我理解 但我接受不了 我知道 你经历了一些 常人所都能接受的事情 有些事情你是要忘掉的 但是 你也必须相信 你和你的战友 所付出的一切 这里也是要牺牲 痛苦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呀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反军列战争 我们现在 包括你 包括我 历史是会永远记住我们这些 卫国战斗的中国军人 所谓军人是有荣誉感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个荣誉 不是来自于战争的 它是来自于人的本身 人的高贵 作为军人 它区别于侵略者和野兽的事 是我们那个发自内心的 那份永恒的同情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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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难道说龙少景死了 你也不想活了吗 一个人的生命就这么的不值钱吗 向前行的话 你也不容易回来 那是连大长 你也不想活了吗 你也不想活了吗 你也不想活了 我会想起一名嗎? 我會想要你 我會想要你 如果你想像小小的地方 你也想要怎麼會 你先長返 你應該不太會 我會想要你 我會提供的 你會射擊的訓練班 隨便會合作 我會設計一名 我會有自己的訓練 但是我一人的力 不,我實在這件事 全体的事情都很考慮 謝謝 如果你的意思實行的話 我國會有大成果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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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好 那我考考你 要是你打不中靶子 半年内没认识 团长 我就稍微有点夸张 那十八九中肯定没问题 那就得看打哪儿了 团长 你说打什么部位最要害 打鬼子军官 那没得说 那就得打脑袋瓜 那要是打车 打马 那就不一定打头 再说了 咱不是没那个 你呀 龙少青现在就住在咱们 这是多好的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啊 你倒是有功夫在这儿跟我臭贫 你还不如去找龙少青 好好地切磋一下枪技去 他迷糊那会儿还行 他也清醒喽 我还跟他没话说 这可不像老同志说的话啊 龙少青年轻有为 有正义感 也有爱国之心 这正是我们要争取的 爱国有为青年 他现在非常地迷茫 我们拉他一把 就能把他给拉过来 我看你啊 倒是有点私心 团长 你 你什么意思 我 我 什么私心呢 我这个 你急什么 我看这点啊 酒就是比你做得好 这下丫头党龄军龄都比你短 但是政治觉悟可就是比你高 你还夸 你再夸他都不知道 他自己是姓国还是姓共了 大春同志 你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我党的政策是什么 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抗日 同志 你明白吗 明白 明白就好 马上找龙少青 好好起床去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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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带着他们去玩 你好 姐姐有事 我刚刚去病房看你 小梅说你可以走路了 恢复得真快 见你照顾我 你都谢过我十次了 一定很少有人谢你 谢你几次记得这么清楚 你也会开玩笑啊 你做梦都绷着脸 我以为你生下来只会皱眉头呢 我要是知道有人看着我做梦 我一定笑 还要我说 你这个人推不懂事啊 谢我们九二十次八次都不嫌烦 你怎么不谢谢我呢 大恩不言谢 我欠你的是命 有机会一定还你 你今天看你瘫床上好家那小脸 煞白煞白 我以为你梗皮夹超凉了呢 行 能请过来 我试点汗了 走吧 带你这样这样 行 走 走 走 把条放进去 到我这儿来一趟 是 报告 进来 旅长 这些药和这点补品 也许交给林团长 记住 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是 旅长 龙长官是不是害苦 我知道 你是龙少尉最信任的名字 所以 这次我才派你去 你给我记住 现在日本人 已经认为他死了 请里长放心 我简直不泄露一个字 好 去吧 是 大少爷 咱们这儿住了也各把合院了 怎么样 对我们这根居地 什么印象 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 这儿 民风很淳朴 军民关系也很好 而且 士兵和军官的关系 很平等 这是我们中央军办不到的 行 是个明白人 我说 别回去了 干脆就留我们这儿吧 反正你们那边也 当地壮烈了 大叔 下手什么呢 他来嘛 公园长 船长叫你去一下 那行 你们先追回着 我先过去的 大叔这个人 就这样 也没个把门的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回去之后肯定会有麻烦的 你想过吗 我知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 无所谓 习惯了 无非就是 撤职 退役 大不了不干了 不干了 怎么 你走了 你就不管借穿透实了 你那枪嘴白挨了 难怪医生说你意志薄弱 大叔说你资产阶级 我觉得 你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 怎样的人 那种没有思想 活都乱七八糟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那种人 你一直在做噩梦 你心里一定有很多苦 我爷爷说过 心里有很多苦的人 其实心底最善良 因为他们想的太多 老是在自责 我一直想问你 你个小姑娘 怎么 当兵打仗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爷爷去世之后 是八路军手养了我 所以我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有很多亲人 现在我长大了 我有能力去保护我的亲人 我不能看到我的亲人被人欺负 我只知道 当兵 打仗 我们跟日本人不同 他们不拿中国人当人看 自己也变成了出手 他们的血和心 都是冷的 我们的血和心都是热的 我们有理想 我们想着新中国 新社会 想着自己的亲人 战友 兄弟姐妹 我们想着以后 不再有人受苦 不再有穷人 你问我 为什么当兵打仗 也许这就是原因吧 你问我 也许这就是原因吧 那些人 他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想着想着 你突然想着